《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如果有些东西能够活动 2000年 一定会有特别的东西 有些美丽的东西 《南英》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画画师 到现在有千多年的历史了 2009年被联合国飞舞至文化遗产 《南英》音乐的动力比较缓慢 它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有点遥远 它毕竟是千年以前的作品 所以它跟我们现代生活都有一点脱节 起初听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喜欢这个乐种 后来学着学着 我们才了解 其实《南英》里面很多有深度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把传统保留跟传承下来 可是时代的演变 没有办法让传统艺术好好地被保存 当你听说过传统的形式 最普通的模式是 幼稚人都是唯一的 在练习这些模式 为了解这些模式 我们一定需要幼稚人 去表现这些传统的形式 更容易影响其他幼稚人 如果这些传统的形式 被幼稚人被保留 我在� 不得わか 这个器材 徐希腓 不快 会给eme Got it 这一次主办第2届国际青年男人展演 对象都是连青的学员 希望能让年青人有机会 在国际舞台时候 在外上彼此交流 当我们看到不同团体来演出 我们就可以互相学习 我认为挺有趣 因为我认为很多人 从台湾或群州 我们可以交换知识 然后学习更多的男人 在现在多元文化发展的时期 每一个地区 都会根据它对蓝银的理解 对他们当地观众的需求 去展示蓝银 即使它是同样的 但不同的国家 可以表达它不同 在新加坡 只有一些传统的部分 观众可能不可以接受它 因为它太长了 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 新加坡的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 新加坡的境界 我们可以接触到 新加坡的不同的味道 和不同的味道 在《Garden of the East》 我们正在工作 与新加坡的歌曲 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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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花园》的这首歌曲 是八十年代 我们已故社长丁马成先生 写的一首曲子 通过三种语言 闽南语、华语、英语 把两首歌曲 继合在一起演绎出来 所以这一首曲子 充分地体现了 我们新加坡 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与多元的文化背景 看到大家不一样的巧思以后 会觉得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把男鹰的音乐艺术 又往前推进一步 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 有它创造的一个风格 是一种子 帮我过 我 美丽的美丽 美丽的美丽 其实是在传统的音乐 我们是在传统的音乐 但我们相信 我们是在传统的音乐 和传统的音乐 我们在传统的音乐 我们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是在传统的音乐 我们是在传统的音乐 和传统的音乐 我们是在传统的音乐 这部新书《男鹰直谱集》 是我们上院院社的艺术指导老师 蔡维高老师的著作 我们这一套直谱集 是根据我跟他们年轻人 在四年以来 教学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 提供给想学习蓝音的人一个参考 这一次出版的这一本子补机里边 第一次标注呼吸线 又附了这些二维码 采用音频的形式 把里边的词用练排的形式记录下来 这个就是老师在讲的呼吸线 什么时候要停 什么时候又开行 然后连到哪里就停 我们在做缘统的演唱会上 我们尽管能够保持传统的旅程 我们并不改编程的歌曲 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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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南宁展演 我们非常荣幸 能得到滨海艺术中心的支持 让这些男龄的年轻艺术家 能在更正规的一个舞台 展示他们的艺术 启程2008年呈现了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到了欧洲、亚洲 各大城市巡回演出 今年已经是十周年了 所以在第二届新加坡国际青年男人展业 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再重新演绎 启程十年 Mosabasa也在2008年一开始 所以我们都很高兴 这场表演 我们启程里面的乐手 比如说像明峰 在十年前还是一个小孩子 表演的时候我就看他跟一群朋友 拿一下书籽啦 拿一下水啦 可是现在你看他 他就是在负责带领大家一起来练习 去筹备这个节目 今天的乡林跟十年前的不一样呢 纯粹就是说这个梦想开始看到了希望 从小剧场来到庞大的音乐厅 我们仅仅仅二十个演出人员 无法填满这个落大的空间 后来我们就说既然没有办法去填满这个空 那么我们就干脆给它更加的简约 更加的空灵 启程的曲子就是在说我们人从一个很复杂的生活形式之中 有一天经历了一些事情 感觉到说我的心其实不是渴望一个很繁琐的世界 我是希望能够更简单一点去感受我心里面的快乐 同样的音乐呢有时候它就会呈现一个很吵很闹的一个音乐方式 有时候它就用很单纯的一个动销 吹好长的一段 让你去感受那个平静跟那个单纯 在新加坡多数的人都不懂什么是男音 所以如果要把男音的这个名字达到大家都认识 一定要先用一些他们比较认识的乐器 例如我们其实加入了印尼塔布拉 视线设计、预测设计 所有这些项目都帮助我们达到男音的观众 通过跨界这样的一个形式 让他被认识 让更多人看见 听见跟欣赏 安宁 我要去看 Blackfeet 安宁 现在半个小时的节目 我感到很严慎 但总结果我非常感兴奋 为10年与新加坡观众 和我们的朋友们 从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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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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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兴奋在学校 我们也有兴奋在学校 学生和学生 我们也有兴奋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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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演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这个投影的东西 好像跟音乐的律动结合起来了 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个误区 传统男音跟舞台化的男音 其实是要分清楚的 传统男音应该按传统的方式那样走 既然搬上舞台以后 你就要按照舞台艺术的规律 来创作你的作品 看到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又回归到 男管男音最传统的一个演出形式 《香菱乐社》 其实它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结合各种不同的媒材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去改变 怎么去创新 我们莫忘初衷 像到那样子的一个理念 就会觉得很感动 这十年来对于我是一个总结 就是总结这十年来的 我们的心目历程 那有一个句号之后 再迈向另外一个新的十年 《香菱》是一个 随着我成长的地方 最多的我们 已经花了十年来 尽量保护和发展这种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家庭 我看到了今天这一批年轻人 人文人舞 心里感到很欣慰 希望他们对男音的热衷 有一个持续 我期待未来的男音 可以发光 发亮 十二年后的音乐社 我相信 更多年轻人会来到香菱 一起来推广 一起来努力 把男音发展广大 一切努力把男音发展广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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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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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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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